大家都总说 哎 倪平太爱煽情了 怎么什么节目非晚上煽裤子 我觉得这样说不好 煽情怎么了 煽情怎么了 虽然她现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但是她当年只是一个 来自善逗奴村的普通女孩 为什么说我煽情呢 就连猪君都说我煽情了 后来我上了一次艺术人生 她把我说哭了 我就放心地走了 我后继有人了 什么叫引人深思 什么叫笑中含泪 什么叫倒是无情却有情 戏剧的那盒是倪平 我的搭档赵公祥 我们俩确实舞台上 搭档达到了很多年 生活中也特别好 然后我还经常递死她 她太偷门了 你们明天阿姨是吧 都说那可是一个亿啊 全国首档最权威脱口秀高手 对战节目脱口秀大会 8月11日起 每周午晚8点 报销开战 5号